香港特區的事務 它就是中國的內部事務 是中國內政 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都無權擔任 那麼在這件事情上 香港個別人 我相信他也不是你剛才所說的 什麼民主人士 那麼個別人 懷著政治目的 試圖借助外力 干擾香港的正常的社會秩序 我們認為美方要做的是 應當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依法修理 完善法律制度 那麼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 都是錯誤的 試圖借機 慫恿在香港特區製造混亂 既不得人心也不可能得逞 那麼現在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 和形式適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既是為了解決一些現實的個案 也是為了堵塞法律漏洞 在香港特區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更好的開展 移交逃犯和刑事司法協助 這有利於共同打擊犯罪 維護法制 避免香港成為避罪天堂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中國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修訂相關條例 貝利明先生是享誉世界的華裔建築設計大師 那麼貝利明先生呢也長期以來為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 和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建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我們對貝利明先生事實表示生氣哀悼 也向他的家人表示誠摯的慰問 霍克先生生前長期致力於關心和致力於支持中澳關係的發展 也為促進中澳兩國交流與合作做出重要貢獻 那麼大家也知道霍克先生他也為推進 雅太地區的經濟一體化和雅太區域合作做出過重要的 發揮過重要的作用 我們對霍克先生事實表示生氣哀悼 並向霍克先生的家人致以誠摯的慰問